三千米的海拔 尽管这边氧气还行 但还是感觉有点喘 现在村子里面到处都在修酒店 能修酒店的房子 就是说事业也很好的 这些房子院子已经不多了 萝卜 这个有松子吗 没有 松子早就掉完了 这个松子好吃吗 嗯 嗯 今天新年初三跳舞 呀 休息 做吗 什么再见 嗯 几点钟开始跳舞 差不多十点左右吧 现在十点啊 他们在那绕着白塔转圈圈了 嗯 他马上过来 嗯 我烤过来了 嗯 我烤了个香蕉 我马上一直说给我穿了 美不美美不美 我这里还有个挡灰看到没有 画了点口红 嗯 快走 人家都跳舞了 好好 就这样走 你走的时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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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衣服踢起来 我穿着捉马的衣服 我一个人不好意思 快点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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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嗯 看这边是三面雪山 就是还有三座雪山 这边是南加巴瓦 嗯 这边这个雪山是不知名的 哈哈 那边是多熊拉雪山 那里面是烧的松树枝 还有一点沾巴 还有青柯麦 这个猪 现在拆了 你这么晚你还过来干啥 啊 你这么晚还过来干啥 啊 在拿混的这些衣服 当然是捉马给了 好看不 想不想亲我一口 哈哈哈哈 不给一提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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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 谢谢 哦 不客气不客气 不客气 大家知道吗 就是 这边林芝藏族啊 特别特别的孝顺老人 这个 这个 真的是 我觉得在 在电视节目 或者是在 咱们内地 现实中看到了太多 不孝顺老人的 然后在这边看到这种 基本上 嗯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公布藏族 都特别的孝顺老人 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你以后想不想来这里养老 挺好的 想不想来这里养老 想啊 你看 现在那山泉水的声音 山泉水的声音 山泉水下面再挖个小鱼塘 那是山泉水 我都看到山泉水 嗯 那里挖个小鱼塘 嗯 羊几条鱼 然后羊几只鸡 然后那个小房子 多舒服 还用着弄小房子吗 咱们就就有那么一个房子 然后这边氧气也充足 有雪山有森林 咱们明天后天去摩托 到那里你会更喜欢的